講說連徐志榮立法委員的候選人都搞不清楚 講成徐世昌 徐世昌是民國初年的人 這個洪秀柱委員長 他的爸爸不是228送難者 他說成228送難者 中平社訪問是這樣講 然後他跨過這個大安系 他說他跨過濁水系 他到了台中這樣講 即使當時大家都覺得 果然我們小時候讀的那個教材有問題 對台灣的意思 你看這個畫面 立法委員徐志榮候選人 那他說站在他的前面 怎麼會講成徐世昌呢 其實基本上來講 還寫名字 這個陣營 就是包括洪秀院長本人 包括他的辦公室 其實都非常的 都非常的里里喇喇 很多的事情都非常的 落棲你知道嗎 這個竹梵不及備在 很多很多的實力 包括他說那個交換條件 說他要告我 結果後來發現 不是我說的 是另外一個 中信大哥說的 就會去補告人家 那難道我要去告他 他誣告我嗎 所以他們的那個鬧劇 就是說鬧出來的笑話 就每天一笑話 這已經到國民黨悲慘的地步 今天我覺得 這個江啟成 江啟成現在選情 憑良心講是還蠻危險 但是江啟成還是個不錯的 一位前政務官 中國新聞局局長 也算是中生代 但是他在那個選區裡面的 風源的選情 目前看起來就已經非常的不樂觀 他今天講這個 擋不住偷梁換住 傳聞高層要面對 你看他接受中平社訪問的全文 他的意思不是說 高層要出來否認 而是說偷梁換住 這件事情已經傳聞到 大家都相信是一個必然趨勢了 那選情發展至如此 你們的高層是不是要面對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他這一段 你看他說 黨內幾個大人 應該開城布公 關起門來好好講一下 候選人本身怎麼想 找出來一個解決方案 而非讓這些問題在外面不斷發酵 基層也是無所適從 江啟成現在壓力很大 他的壓力就說 幾乎可以說是 現在普遍的藍營的選民都認為 你如果不換掉這個紅袖柱 你的選情就是流血成河 你國民黨到明年 就是選輸了也就罷了 你說選的 讓自己的百年政黨的尊嚴一無是處 無法重生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這些立法委員 每個人都已經表態了 表態的情況之下一方面 跟洪秀柱切割 到時候 這個我的選舉 這個選情不利 江啟成這樣的說法 很清楚的擺明了 對當前狀況的不滿嘛 那你洪秀柱自己還說 天王不站出來 那這個選舉 這個繞成一個像馬戲團一樣的一個 紅伴一個中央 那朱立倫你不需要負責嗎 所以我懷疑朱立倫跟宋楚瑜王貴平 是不是有隱性結盟啊 他們是不是想要隱性結盟到最後關頭 或者是1月16號以後再搶黨權呢 所以看到了總統的選情 那換柱的傳聞不斷 連江啟成都證實了嘛 所以老師講說換柱傳聞是誰講的 是民進黨講的或誰講的 那現在江啟成證明說 的確黨內有這些傳聞 那怎麼講呢 而且他還說要面對 而且江啟成說要面對 這是寇寇姐剛剛拿出來的 中平社的新聞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傳聞不斷呢 而這些傳聞對立委的影響又什麼 立委選情民進黨估善看64席 結果呢南寧內部自顧恐勝50席 那我們就記得之前有個新聞 朱立倫自己說勝45席 之前有這麼一個新聞 朱立倫自己說勝45席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蔡英文現身台南 總統總統聲聲喊沒停過 人氣高得嚇人 國大主席來到專業的皮件工廠 化身小學徒 還是得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穿進去再穿出來 就在時尚一直穿 半天才弄出來 我就沒問題 儘管隔行如隔山 蔡英文還是鼓勵完成 這個粽子造型的小英靈錢包 這是業者專門為蔡英文打造 還有這個貓掌造型的鑰匙圈 讓愛貓的小英主席愛不釋手 現在是 建築門鏈 對 這個是屋頂 有造業 好心情掩飾不住 黨內更評估 民進黨2016國會選情 就像蔡準席手中這個零錢包一樣 包準過半 其中包括北北基選區最多上看9席 而目前掛蛋的陶竹苗選區 渴望攻下2到3席 中章投選區明年有機會拿到6到7席 另外雲家南提名10席立委全力衝刺 全數當選 而高屏選區更渴望拿下13席 加上宜花東原住民立委以及部分區 目標鎖定64席 遠遠超過國會過半的57席門檻 綠營氣勢看掌對照藍營選情直直落 我們權力以赴非常努力 同時我們也要特別強調 若他們的席次過半 那還得了 這個沒有過半 就已經搞得天下大亂 我們的行政的措施 都是處處撤走 民進黨抛出國會過半 藍綠席次搖大換血 紅水路雨帶威脅 面對即將可能失去 國會過半優勢的藍營 正好印證選情如同苗栗 財政般風雨飄渺 要是民進黨會不會太臭屁了 這個交兵必敗 他們真的看得到64席啊 當然不一定啦 因為他也沒這樣講 他是說54到64 這一點我倒跟他看法差不多 真的 因為我的看法是50到65了 因為這個要一個選席 一個選席來 為什麼呢 那個剩下中間為什麼有 那個10席到15席的 就是那個55波的 55波的大概有 如果55波裡面大家各辦 你就把5席給民進黨 5席給國民黨 就是中間比如說 以他來講就是54到64嘛 中間就是指差不多59左右 那也是過半嘛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樣評估倒霉 沒什麼錯誤 是因為國民黨 你只要看國民黨估的 其實差不多 就是中間那個10席或者我估中間有15席是有懸念的啊 15席懸念 這個15席懸念裡面 我認為大概有4席是不分區 有4席是不分區 因為這個不分區關鍵在哪裡 這4席不分區關鍵在於那個第三勢力 總total會不會分區關鍵在哪裡 會不會分區關鍵在哪裡 因為如果他們總total是20% 可他分的太平均 每個人都只有3啊3啊 這樣子10個人搞掉了20或者搞了18 那你這個18最後要倒回來給那個兩大黨 哦 所以那票都浪費了 浪費了嘛 那如果可是他有兩個人超過5 哦 那就不一樣了 哦 那再講親民黨 究竟是3還是4 這個完全不一定 所以我把每一個黨算一算 不分區大概有懸念的 大概就至少4席了 哦 哦 就是說你大概分配 所以每個人的bease 所以他自己算他 譬如說他不分區算17 16 我稍微樂觀點 他算15到17 那應該是合理的啊 那所以我就有個上有個下嘛 我把國民黨的跟他對照 你就知道其實這個懸念的部分很像 嗯 國民黨算多少算50 嗯 算50他沒有上下嘛 如果你把那個有懸念的算進去 其實國民黨是40到45啦 哦 我舉例來講他算成他的 他算 國民黨算成是他的 王靖世 哦 這王靖世 這王靖世 可是你知道王靖世 現在原來那個國民黨的議員 啊 已經走了差不多3分之1了嘛 出現了在宋先生邊上就6個7個了 是 然後地方上我們就不要講了 市長 市長涉嫌貪污被交保了 所以了嘛 這個 那個是他大票床 那個是王靖世的大票床 大票床 哦 那那個地方稍微砍一砍 他說不定 民進黨 那個地方如何如何 可是那個地方以我來算 如果有懸念 我兒子叫做有懸念的 可是這個有懸念是有利於綠營的有懸念 王靖世 可是在國民黨算 還是穩定的議席 哦 那這個就有差別了嘛 那個貪污被交保 他先生是被收押進監獄 對啊 所以 所以那個樁腳現在會收手 會收手 而且 而且 那 而且這一次 這個 按照上一次的選舉 其實已經是55波 上次的選舉 貪農市的票 你看地方上的票 是 就很清楚吧 接近了 接近了嘛 然後如果 今天對手又屬於 比較厲害的 這個國民進黨是一個有 當過副縣 當過副縣 叫做中嘉賓 中嘉賓嘛 有戰利 那就不一樣了 基隆 五五波 我現在只講中間那個啊 我不講民進黨的54到64 我只講中間那個10到15的那個 就是那個有大家現在還不敢講的 基隆 擅足鼎立啊 是 有人說領先15%嗎 嗯 沒有啊 國民黨都不敢講了 國民黨是副主席都下場了 他還跟民進黨打平了 民進黨也跟劉文雄也算打平了 是 至少現在基隆就有懸念嘛 是 最妙的一點 陶竹苗 這個國民黨我最覺得最 提估最錯誤就是陶竹苗 八席啊 嗯 表示他們不掉 一席都不掉啊 我的老 這個太厲害了 原來陶竹苗我佩服了啊 國民黨是包辦的 這本來就該包辦的 可是 你現在一區一區去看嘛 在我算 兩席掉兩席很保守了啦 哦 一不小心就三席了 他連苗栗的候選的名字都講錯啦 許智隆跟變許智昌呢 所以我就 那個講錯苗栗還是會當選 我不要一個一個算 我不要一個一個算 我就拿陶竹苗的新竹線好不好 我就拿竹 許智隆強不強 那個有拼哦 那個好 那個跟你們的人 然後再加上一個民進黨的 你認為這三個人是誰有懸念 所以就我 我現在這些都叫做有懸念 我沒說民進黨贏嘛 我也沒說國民黨贏嘛 可是國民黨在有懸念 都算成自己贏 才算到50 那才就表示 這就表示50是沒有嘛 所以你意思是說朱立倫的45席 估得還比較準一點 是不是這樣 應該差不多啦 所以那個45我覺得比較合理啦 就是說低的話 大概也有40上下啦 那如果高絕對不會靠近50啦 所以其慢 我本來想說是你們民進黨臭屁 結果楊老師一聽 一講說還沒有臭屁 如果他們命不好 如果這個有懸念的10席全垮掉 都差一點點落 都差一點譬如說基隆 很可能輸贏在1萬票之內 5千票以內 然後結果也輸了 結果那個也輸 這個也輸 10個都輸掉 不會那麼慘啦 如果10個都輸掉 他們真的沒過半 就差2席3席過半 如果只要有2席3席 他們就單獨過半啦 不過洪秀柱他很煩 洪秀柱說 民進黨若國會過半 洪秀柱說 就下次就很麻煩啦 當然是很麻煩啦 現在在立法院 國民黨是64席 民進黨40席 武黨是1席 台聯3席 親民黨2席 民國黨1席 現在的立法院 到底是怎麼樣的立法院 大家對現在的立法院 滿不滿意 我以最近證手稅為例 2012年 當時馬政府提出證手稅 在野黨 包括民進黨跟親民黨 要求說這個證手稅 必須不能按照馬板的證手稅 這樣通過 結果現在不是弄到最後 今天又回到原點 又把這個原來的證手 又把它取消掉 回到原點 就是這樣 國會就是這樣 郵電雙掌的時候 我們的立法院也是 都是出來批評 今天出來批評 這一個說 這個支持洪秀柱的證手稅版本 這些人當時是支持馬英九版本的人 所以今天的國會 為什麼大家對國會不信賴 包括證手稅 郵電雙掌 包括胡茂 黑箱 整個立法院的這一種 整個意識的一個運作 民眾不滿意 所以我們認為說 改革真的要過半 當然是要讓這些 包括進步的改革力量 大家這些所有的這個部分 包括民進黨也好 親民黨也好 時代力量也好 各黨派的這些 非國民黨的人 能夠在裡面過半 這個才能夠支持 未來政府的一個改革 簡單講是這樣 六十四席怎麼估的 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是說 這個選舉最後會幾席 可能要到最後一個禮拜幾 最後一個月 姚半仙來算一算 大概幾席 姚教授變姚半仙 我知道他估票是很有一套 但是我們希望說能夠以 包括五十四到六十四席的一個目標 來努力說 在未來的一個整個國會裡頭 民進黨能夠取得一個國會多數 能夠讓整個未來國會 能夠配合新政府的一個改革 這個我覺得是相當重要 第二個就是說 你看光是這些選區的一個估算 我覺得有一些選區 像國民黨真的是太樂觀 雲嘉南還有一席 我不曉得這一席是哪一席 我從頭算到 雲嘉南 國民黨到底是哪一席會 因為你看在台南 你忘記了那個 哪一個 不是他現在那個彰化那個 他認為還有機會 雲嘉南 鄭如芬 不過鄭如芬聽你講 不一定 不一定 南是沒有啦 是啊 加啦 黃敏慧啊 黃敏慧不會 還沒有選 還沒有選 他已經過一席啦 對啊 黃敏慧就上了 難道這一席是謝龍堅 還是哪一席 加一試 加一試 加一試的候選人是誰 現在應該是黃敏慧啦 還沒提啊 那還沒提他就孤一席啦 對啊 就算黃敏慧去我都還不見得贏 就算黃敏慧不見得贏 所以這個國民黨在孤這個 有點扯啦 你光看台南威力啦 台南包括跟葉宜金對壘的新營區 我不曉得那個人是誰 大家知道嗎 誰知道啊 沒有人念他 誰知道 黃偉哲 跟黃偉哲對壘那個人是誰 跟這個黃定宇對壘那個人是誰 你賣人士人都講台南 你賺國民黨啊 你問他嘛 這個小民眾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小民也不知道 因為是黨工嘛 你天天上節目 你不見金權 雲嘉然他是孤了一席耶 他分析完我再分析 他孤了一席 期盼分析完再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孫豪朱苗他樂觀估算到8到9席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朱主席 應該是好好的去跟地方 好好的把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這些 這些中南部都被拔中都拔走了 你要顧立委 你也要顧總統 所以國民黨為什麼 我們在質疑說到現在 包括說黨中央都沒有動 南部的這一個部分 尤其台南 大家都知道現在台南 大家走到這個台南 大家要問說 只問一個問題 現在國民黨沒有辦法回答 為什麼李全教不進去法院 李全教為什麼不進去法院 為什麼台南地方法院 我在這邊點名台南地方法院 為什麼不用按照相關的訴訟法律 他故意拖延整判 為什麼這個李全教可以讓他 李全教無黨籍 被我們開除了李全教 對不對 原來是國民黨的 本來是國民黨 朱立倫的兄弟 是本來 現在所以開除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在看 你台南黑金當道 就議長 周五六 包括這些其他的這個部分 你台南怎麼救選情 我的意思是說 也許 這個包括國民黨也好 或者是其他黨派也好 認為這些人有票 大家就在搶這些人 這些人就拿俏 國民黨就利用司法的手段 這個大家有案在身 大家都知道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所以就造成說整個你看台南市 我敢保證 台南市國民黨絕對崩盤 假如說李全教不進法院的話 國民黨絕對崩盤 不過在這裡我們看到了 今天有這麼一個新聞 這是誰講的 這是紀國東講的 真好談 紀國東說 獲得國民黨徵召的這些人 將有八位數的起跳補助款 八位數是多少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耶 千萬以上的補助款 不過我要告訴大家 我得到一個訊息 我講話要負責的 的確聽說國民黨有找媒體人 媒體裡面的人跟他們講說 你出來選的話我們會補助 但是有沒有八位數我不知道 有這樣講 而且補助的金額應該是不少 但是有沒有八位數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們的確有找很多媒體人 希望能夠為國民黨 要徵召他們出來選 但是那些媒體人都拒絕 因為大家沒條嘛 所以在這裡來講 小平 是 八位數耶 你到底選舉的時候 他給你幾位數 我選舉五萬塊 五萬塊 八位數就是有都有 沒有都沒有 有的話如果沒有的話都沒有 有的話如果去太平大理 紀國東那也是八位數 如果有的話 我認為幾百萬有 一千萬我覺得未必有 我很持平的很公允的分數 幾百萬到什麼程度 五百八百 三五百萬一定有 一千萬未必 因為國民黨不像你 那你嚇死人 我再回到 我分析大盤給你聽 我們這些小雞同腦清楚 我們分三派 你不是上任議題之後 要不要換助助解嗎 對 我講立法委員的心聲 我先不談助解換不換 有三派 等一下我先給你看 你就知道換不換 藍陵三頭各有磨算 好胡卯上了王宋 總統國會慎選渺茫 黨主席人可一針 當大家在看這個的時候 大家看看 有一個 對不起 小平你先講 我找這一篇 是連共產黨都要跳船 我從江啟成講起 江啟成是什麼派 江啟成是本土派 那瓜胡叫焦慮派 所以第一個派別對助助的態度 就是我是本土 我的選區以前贏一點點 現在可能輸一點點 因為蔡英文勢做大 國民黨票支持度下滑 那我又要宋楚瑜的票 我還拿到一點中間跟潛力的票 以江啟成為例 那我還要基本的深藍的票 那我才勉強過關 所以他們 對於助助姐支持力道就弱 這是第一派 第二派叫條件派或中立派 就是黨綱 全大會通過洪秀柱的提名 洪秀柱不管民調再低 洪秀柱不鬆口就不換人 那第三派叫什麼 即使叫做深藍的死硬派 即使洪秀柱說要退選 你也不准給我退 因為全大會通過 大家照黨綱走 國民黨分三派 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再回來 我要奉勸這些小級頭腦清楚 我們國民黨當年要努力 要提出新的非典型的政策 在中華民國主體性跟分配爭議 多聽聽楊之良的話 然後你不要以為 我跟你講投票是有一致性的 你不要以為 你洪秀柱弱 你不幫他 你就可以自保 你以為你是張志棟 搞東南自保運動 你頭腦清楚一點 要好一起好 要壞一起壞 我看過2012的選舉 你知道馬英九跟林玉芳 跟所有的候選人 大概差距不到1% 投票有絕對有一致性的 你今天如果以豐源 這個區為例 如果你差10% 或12%才當選 如果以現在的民調 我都估計了 將幾層 然後你說你切割 就可以多12% 沒這回事 但一起合作 把柄做大 新的政策 對馬斯一些壓力 我都同意 只為了要國民黨強 立委好選 總統的票極大化 而席次極大化 再回到立委的選舉 我用這個批發 我就先不談零售 什麼叫批發你知道嗎 新北市12席 台北市8席 桃園6席 台中8席 這加起來50席 這個才是重中之重 那這個才是民進黨 估54到64 我們估45左右 主席估的 今天如果情況 都沒改變的話 我再舉個例子給你聽 上次我們過半吧 我們現在64 2012選出來立委 跟著總統馬英九一起選 是吧 你覺得現在的 現在的這個 這個蔡英文強 還是2012的馬英九強 你覺得 至少不比馬英九弱吧 那我們國民黨有沒有過半 64過半 我們57就過半了 所以正常下去 我們不自力自強 我認為一定是60幾席 我都精算過 所以然後呢 關鍵我們票衰退了 以2012為準 再回到2014的1129 我們票又更少了 所以上次2012 輸贏1萬票以內的 其次不變的話 全部會丟掉 票是來回嘛 所以你也認為 民進黨真的會有64席 我認為會有64 不 情況不改變 我們不努力的話 然後再回來 大家都忽略 都沒有提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 上次投票率多少 7成5總統 這次投票率 如果宋跟洪秀柱都不會贏 我認為藍軍會有10%不出來投 10%多少票你知道嗎 170萬票 分配到千幾個選區 每個區少個2、3萬 你覺得還有多少活口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剛剛把這篇找出來 這篇是董立文的專欄說 老共也準備要跳船 連中國都準備要跳船 所以我們看這一篇裡面提到的 這一些 洪秀柱會退選嗎 為什麼這一些觀察專欄 都在講這一些呢 包括老共都要跳船 所以換句話講 立委選情會這麼差 是不是因為跟總統的選情 掛鉤綁在一起的原因 所以聽說現在有說 總統就放上去 顧到立委比較要緊 就有這些講法 這樣的講法 好像在國民黨裡面 開始有在發酵 有沒有聽到這樣講法 這應該不是在黨內 所發酵的這種聲音 但是我想我們 紅伴這邊的一個態度是 我們如何打一個非典型的選戰 就像剛剛小平議員講到的 就是要好 我們一起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反觀 當時民進黨 現在在沽64席 可是我們看到小英主席在說 他要做立委員改革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改革 他要改聯立制 可是林卓水委員就批評 直接批評打小英主席的臉 直接說你如果要改聯立制 那你幹嘛要過半呢 既然這樣子 民進黨黨內也是這樣子 搖擺不定 也是態度沒有一致的話 我想怎麼去反觀 跟我們國民黨說 再來就是我覺得如果說 這些地方 包括剛剛有提到說拔樁 我常跟我身邊的朋友講 我說要拔牙 你牙齒拔掉 你連神經都要抽掉 那才算完整 如果我們看到 現在只有把牙拔掉 你任何一個人去拜見大佬 當然地方莊角會去歡迎你 紅袖柱去也是一樣 柱柱姐去都是一樣的 那是不是真的支持 到最後選舉才會見真章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何打非典型的選戰 我想我很同意小平議員 剛剛說的 我們推了所有實質的政見 這都是比其他候選人 還要能夠喚醒人民的任何 我補一句話 努力讓你第一階段 你的民調 你二十幾把老眾搞到十幾 這些拔樁的事 才不會再發生 選舉 忽棄不忽鬥 自己要自立自強 黨也是 柱柱姐也是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部分的話 那接下來到底會怎麼發展呢 我們看到宋楚瑜在中南部 不斷的拔樁 從屏東拔到彰化 把這些議長議員都拔光光的時候 那國民黨講什麼 國民黨說他所拔的樁 還在政壇上嗎 當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聽說昨天中南部的這一些 樁腳裡面的這些條話卡 就是大樁腳下面的小樁腳 聽說都跳起來 那個是派人來臥底的 講這個話的人是害國民 這個話為什麼會出來呢 我們應該怎麼看呢 真的宋楚瑜拔的樁 到底對國民黨重不重要呢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